各位寶伴大家好 現在很高興阿緣就進到第二步了 我先介紹一下 我平常很少 錄影的時候把畫面放這麼大 因為今天有目的 像這樣子是縮小 這樣子是放大 而且這樣子放就是1080p 因為現在是4K的畫面 這是四分之一 這個是手機 廢貨我當然知道是手機 沒有 沒有 欸有沒有看到畫面的這個地方 翻了對不對來再翻過來 翻過來 好所以各位知道是不是有什麼事情 我現在手機我用 無線麥克風夾在我這裡 無線麥克風好然後 手機本身 手機本身我用夾著的話 我用無線麥克風接然後他用Mirror Cast 接到 接到 接到那個 隱像擷取卡 就是這個 然後接到隱像擷取卡 那隱像擷取卡 又我用VLC 太大了 來我把收小一點 接 我用VLC去錄製他 好影像擷取他 然後呢 再用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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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邊列成這樣 好 再用Linux 去 錄製 去錄製 好OK 所以這樣整個OK了 然後接下來我這邊要測試就是 麥克風 好的 無線麥克風傳到手機 手機再測試我收一名 來這邊開始 Good morning everybody My name is $1 Nice to meet you all here 好 有看到齁 OK 那 這樣子的話 就 他翻譯的不是很好 因為下一步我要測試即時翻譯 而且不需要手去碰手機 不需要去碰手機 好那我現在左右呼喚 各位夥伴大家早安 很高興來到這個現場的會議 各位夥伴大家早安 歡迎參加今天的早餐會議 我不是講中文嗎 怎麼變成這個奇奇怪怪的東西 好再一次 Google translate Google translate 好 打到了 過去 我知道了啦 OK 到這邊去對不對 到這邊 好然後呢 不是 不是中文英文交換而已 是這邊 這邊換成 要換成那個 要換成中文輸入 他才是辨識中文 各位長官 各位先進 大家好 歡迎參觀阿元的實驗室 好 我沒話說 辨識就是這樣子 好 OK OK 好來那我很高興 就是現在已經弄完了 就是 現在呢 這是VLC VLC 抓到MirrorCaster 然後手機是用無線投影 好然後這樣子 OK的話 再用OBS錄影 好OK 之前這段錄影應該蠻大的 跟大家說晚安 那接下來下一步 我就要測試兩個東西 第一個就是 好 不講我先把它停掉 把它一直翻譯下去 好OK 先這樣子 先把它停掉 先把它停掉 好 好OK 然後就會知道 今天事情 這樣其實可以用的時候 我未來 會繼續往下做 然後做到一個 很好的地方 好 謝謝大家 大家晚安 今天好高興 昨天做第一步 今天做第二步 以前想的事情 現在終於做到了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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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